民众PO文抱怨说自己买卤味怎么会这么贵 因为他讲了买了高丽菜 水晶饺 菜头 七样食材 还有大肠 还有猪肉小小的一块 结果要400块钱 他认为呢 这样的价格跟份量 跟观光区一样 好像被削了 卤味的价格要怎样算 台南有民众PO文说自己下班 在新市买卤味回家吃 没想到要花400元 已经摆在盘子上的卤味 包含了高丽菜 鸭血 水晶饺 菜头 大肠 海带 冬粉 科学面还有猪肉 PO文的民众认为这要价400元 是不是遇到了诈骗集团 除了猪肉小小的 还有大肠挑出来之后 这样的份量真的合理吗 在台南算便宜吧 到三个人这样点 觉得算还好 还算合理 卤味价格到底怎样合理 标榜跟观光地区同口味的店家 这样解释 新鲜的 所以我要去市场买 所以我便身就比较 没办法去抓到一定的价目 实际把PO文民众的食材列出来 再用计算机来精算 其实除了波动的猪肉价格之外 大约360元起跳 而到了另外的店家 我没有算到大肠跟猪肉 就已经310了 这个要45了 我们的一两三十而已 锈出比拳头还要小的猪肉 店家说现在实价 这样大约要45元 如果比照PO文民众所点的食材 少了水晶饺菜头和鸭血 吃点高丽菜 科学面 冬粉 海带和大肠猪肉 也要280元 其中的肉类就占了130元 将近一半的费用 肉啊大肠 因为要用秤的 那个可能就 就看你加多加少 肉类产品会是卤味中 要价较高的选项 想要大块躲移 该怎样选才不会觉得大失险 恐怕消费者在下手之前 跟店家确认清楚 份量 价格 避免觉得吃门亏 三地新闻王少宇俊荣 台南报导 卤味是国民小吃 大家都很喜欢 延伸出了很多特别的 吃法跟食材 台中有一家 就是店家 标榜的是花式卤味 豆干米血热狗 这些卤味炭的明星 切一切后下油锅 开始大火快炒 没看错 卤味用炒的 加入九层塔 蒜头调味 这一盘卤味香喷喷 配着酱汁又下饭又下酒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 卤味鸡翅 花质丸撕鸡豆 烫过后下油锅 高温油炸 这是炸卤味 台中卤味汤研发花式吃法 从炒到炸 甚至还有麻辣烫口味 吃出新滋味 炒的因为我们有蒜头 九层塔去爆香 可能比较像三杯口味的 而在高雄 专门做夜店生意的 行动卤味汤 有一道特别的食材 说出来可能没多少人敢吃 就是卤猪脑 一份约鸡蛋大小切丝块 卤得透透的 令人好奇口感如何呢 它吃起来跟豆腐一样 很嫩很软 那你主要这个 卤的时候要一定要卤得透 这个卤猪脑 对我来讲是蛮惊讶的 可是它里面真的很绵密 像绵密豆腐般的猪脑 成为卤味汤新宠 而这间水饺店也别出心裁 把水饺先烫熟后 多一个动作 就是下锅去卤一回 原本只有卤卤味而已 那一请宅经纪 就想说卖水饺 就变卤水饺了 卤过的熟水饺可当正餐 放凉后可做小菜一嚼两吃 只能说卤味魅力无法打 国民小吃也因为受欢迎 变化出许多新吃法新食材 三星人曹盛章 胡锡股不先 台中高